梁樂妍雨腺炎發高燒 喊話不想開雨頭放農 梁樂妍今年3月為老公紅永成再旦下一旅 今天她在IG限時動態發長文長述 這幾天失蹤原因 表示上週六晚開始發燒 週日早已燒至39時2度 但完全不知道原因 直到一位媽媽朋友 提醒她是否雨腺炎她才醒起前兩天太忙 試過兩次過了7小時才燈奶 應該已經塞了 隨著整個週日持續高燒 她才到醫院看急症 打了抗生素針和高燒止痛針後 昨日病情一直反覆 她努力做她可以做的事 今早早終於沒有再發燒發冷 雖然個胸仍然紅腫痛 但退燒已經令她覺得打贏了一般 梁樂妍指 因為如果太嚴重 要用針抽籠 或做手術開雨頭放龍 她驚嘆希望沒有這一天 她又再次發文表示 很想好好分享這個故事 提醒各位媽媽 還以過來人身份提出建議 蔡兆勛偶遇中國女排 迷妹瘋狂雜幽變少了依人 蔡兆勛身高172cm 在圈中算是高梅一族 今天她在微博分享了一次做矮子的體驗 因為今天她在機場碰到她心目中一直敬佩的中國女排 少妍興奮得不知所謂 還鼓起勇氣上前問可不可以拍照 在教練的容許下 她變身小迷妹 自覺太幸運 又少青在她們身邊 瞬間變成小鳥伊人 最後不忘感恩 為她愛的中國女排 加油打氣 照片中素顏的蔡兆勛 瘋狂地跟她們集遊 網民也替她開心 少子她瞬間嬌少了 更是難得的小鳥伊人 优优独播放 初音樂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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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